時事焦點 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各位聽眾的 我是梁煙食 和大家討論世界大事 早段時間在電視上 Fox TV Business那邊 Trace Reagan 和中國的 劉恩 隔空 對話 或是互相批評 引起了大家注意 Reagan約劉恩 大家可以正式在電視上對話 不用你這邊說 他那邊說 因為劉恩反駁了 Reagan所說的話 說他的根據不清楚 Reagan其實很高興 他竟然找了我來爭論 我就跟你爭論 拍出來兩個樣子的氣勢是很不同的 Trace Reagan 他本身是一個 很美國文化 很外露的 眼神有少少霸氣 但又有少少笑容 壓住你 劉恩 他的眼眉 有一種楚楚可憐的眼眉 他臭了眉頭 充滿笑容 但是 好像很溫柔 兩個形象 各有不同 兩個一對話 劉恩英文說得很流利 才可以跟美國爭論 Reagan 首先說 這次很過癮 找到一個共產黨員的對話 李哲說不犯共產黨監督 一開始就先擺出政治上大帽子 劉恩的第一個回應 他說對不起 其實我不是共產黨 我沒有代表共產黨說話 首先澄清 他不是共產黨員 有檔案可以查的 沒有聲音為主 當我們代表共產黨 我只是代表個人 然後 咬下去 其實不是咬 Reagan 問問題多些 結果都不是一個 很精彩的互相爭咬 你覺得中美貿易在什麼階段 劉恩我都沒有來磨消息 很難說的 不過 我說 根據中國的立場 已經很清楚了 美國如果用公正的態度 對中國政府 拿出談判成意 不是私家外部壓力 也有希望達到一個好結果 Tracy 跟著也指出 貿易自然不是一件好事 但你很多時候 知識產權問題 列出很多證據 中國也有很多侵害知識產權 這當然是美國最關注 中國面臨 國際批評的重要問題 劉恩回答 我都不否認 有侵犯 知識產權 中國政府 人民 包括我 作為個體 共識 沒有知識產權 保護 沒有國家 可以發展強大 所以這是我們共識 有些公司 偷取 產權 不是中國有 全世界有 回答是 政府不是支持 剛開始 他特別回答 美國的企業 是否是中國的決定 中國做生意 他是有錢賺才過來 賺錢的 利潤很豐厚 他們也會繼續投資 問題是 他來中國時 是美國的 公司決定 至於 中國偷了資資產權 不是中國政府偷 因為有些公司偷 中國是不同意的 共識 你偷資資產權 不會強大的 就是這樣 然後 瑞根 就說 現在 我們 很多東西給你偷 如果華為來 你又分享一下你的知識給我們 因為華為 不肯分享 他最高的秘密知識 給美國 因為美國有很多 高級知識 不肯分享給中國 劉欣就說 如果合作 互相學習 當然可以 你要知識產權 支付 費用 就可以了 其實如果美國來中國 想要他知識產權 應該要付錢 很簡單 中國在美國都是你付錢 他舉例很簡單 我們都學英文 有美國老師 有美國朋友 我們做新聞 很多同事都是美國人 沒有違法 大家知道合法 互相 學習對方 有什麼不妥呢 那麼 於是 雖然 中國 已經是 第二個 經濟體 什麼時候不當自己是發展中國家 那麼 劉欣回答 其實 很正常 大家都知道 中國人口 那麼大 雖然 他的量 世界第二大 但是分給14億人口 中國的人均GDP 其實是相當小 只達到美國人均GDP 六分之一 所以 我們不是真的 強倒自你以為 我們還有那麼多人口 那麼多問題 未解決 中國主要問題 也要先解決自己的問題 還有那麼多窮人 然後 然後 川普 然後 問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就是 如果 中國也有加很多美國的關稅 劉欣就說 你覺得 其實 你不覺得 美國的消費者 如果 享受 更加實惠的中國產品 中國 當然是好的 我們努力也是這樣的 不過 我們對你有些關稅 其他國家也有的 如果我放給你 就對其他國家 都要一起做的 所以不如找一些新規則來談一下 不是說 永遠現在這樣 有得改的 然後 Reagan 也問 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 國家資本主義的問題 State Capitalism 劉欣最聽不清楚的那一句 他都在說其他東西 突然轉了這個話題 他嘗試回答 他就說 中國不是國家資本主 其實希特拉那種是 中國的社會主義特色 其實民營企業達到80% 那些民營企業的 創新達到65% 中國也有民營企業 不過中國很重視 賺了錢 可以讓大家分佈 社會主義 他嘗試解釋 這些名詞 當然中美之間 很多名詞 都未定義清楚 很多解法未必是準確的 大家對話到這裏 講完 不能夠詳細 互相談 我覺得 應該在電視上 由這些人 不是政府 好地 分 用一個小時 大家談清楚 很多問題 不要誤判 不要只聽 政治宣傳 而是各自解釋 自己的立場 看法 然後可以建立溝通 這樣才是最好的 我 想說